我們跟綠世界生態農場的小動物們說再見之後 接下來就是前往海浮房親子民宿 隔天我們會去北浦老街 還有鵝眉湖走走 今天晚上就讓小朋友們盡情的在民宿裡玩樂吧 民宿位於武藝盎然的小巷弄之中 雖然民宿沒有提供車位 不過附近蠻多停車場 不用擔心沒有車位 我們把車停在有樹林的停車場 直接導航有樹林的停車場就可以抵達了 這家停車場占地大 車位好停又離民宿境 還有一整片的樹林 感覺像來到了森林一樣 先去換鞋子去 對 我們有老闆 民宿是包凍的 一天只接待一組客人 整個一樓的空間都是給小朋友玩的 看一下這裡是小廚房 你看 這是微波爐 然後 冰箱 有水有口水 口水剛剛我們聽到 這個也是那次的 對啊有些小店洗的 欸這有紅茶包耶 我在來泡 對啊 咖啡我也來泡 然後這邊 洗烘鍋 所以我們明天可以在這邊 他說 洗烘鍋要兩小時 我們明天 其實今天晚上就可以給他洗 我發現了 我看到 那個樓梯在哪裡了 在哪裡 你們 你們我贏到我 我贏一分 這裡 妹妹贏一分 你看 這裡 這裡 是我先發現 哇這有秘密基地耶 哇 是我先發現的 所以我贏的 對不對 原來樓梯在這裡喔 而且你看 伯伯你看 好吧我會 妹妹來玩 用瓦梯 妹妹那鞋子是不是太大了 沒有大 早期大一嗎 小�트 整個一樓的空間 包括了客廳 遊戲室 主櫃 上下鋪 浴室 小廚房 有趣的是 这些房间都是互通的 我现在绕着这些房间 走一圈给你们看看 到了方晚五点 北浦老街周围的店家 也陆陆续续要休息了 因此我让小朋友继续在民宿玩 我到北浦老街走走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来回去给他们吃 我在网路上找到了一间 评价不错的面食馆 一等香面食馆 今天晚上就来吃这间吧 不要漏炒面 一锅豆铁 一锅豆铁 豆铁就在吃 它螺油就算乱讲 嗯乱讲 肉沙汤 客家汤汤 还有炒饭 吃完了晚餐想喝点东西 来北浦就一定要喝雷茶 这里的首邀饮料店 每一家都有在卖雷茶哦 爸爸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我有一个洞 你看妹妹怎么了 你看她 好 怎么了 你上不去哦 我来快提哦 哇哦 丢都快 耶我进了两框了我得一分 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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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醬 肉排蛋餅 洋蔥的魚蛋餅 鮮火車炒蛋餅 本汁超級的 等一下 它好像沒有弄到 可以啊 媽咪怎麼搞 媽咪怎麼搞搞 不讓腦間啊 因為它這種粉漿的 還把餅弄得很脆 對啊 你說這些都是粉漿蛋餅嗎 嗯 我看我看 我要看我要看 我要看可以轉耶 我看可以轉耶 是群狗狗都有耶 對不對 對啊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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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好酷喔 這個電池它都還沒播耶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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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可以試吃看 雲林的飯片很好吃 小朋友最喜歡吃 來 欸 吃吃看 整個的要不要吃 欸 辣味苦味沒有 當零食吃都很好吃 來你這樣子熟 欸 你配牛排也很棒 整個的 整個的甜甜的很好吃 劉萁仔 鵝尾 要不去看蜜蜂 你看蜜蜂在這裏 要不如不能拍她 你回向蜜蜂麵 て點萬政治 在北埔老街 買完了一些點心在路上吃 我們就準備開車回台中囉 緩程的途中 我們順路到俄眉湖散散步 欣賞美麗的湖景 跟巨大的彌勒佛像 美麗大道、大自然文化世界 都是來鵝莓湖可以順遊的景點 而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是單純的上呼加健行 我可以直接船上去喔 掉了 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我屬紅啊 很棒喔 你扶我 沿著湖邊往下走 就會走到俄眉湖遊艇遊湖碼頭 可以搭乘遊艇環湖 全程導覽解鎖 不過因為小朋友光在碼頭的廣場就玩很久了 所以這時就沒安排他們搭遊艇了 在碼頭旁邊有個雪之湖咖啡廳 很多人停留在這裡喝咖啡 很多人停留在這裡喝咖啡 欣賞湖景 在咖啡廳旁邊有個上坡 往上走就會到復興老街 這個上坡蠻陡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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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 但是別小心喔 走回停車場裡 裡面有一間世界幸福咖啡酒店 我們來去裡面逛逛吧 欣賞你要吃麵嗎 要 這個 這個不會太大吧 這個我們只要切一半就 94個了 要不要去拿一個比較好吃 小的還是大的 妹妹拿的是咖啡的 不知道是可以吃嗎 妹妹一半別啦 這個好了 爸爸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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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錶 爸爸起餐 好漂亮喔 哈哈哈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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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我看你太多了 哇 咖啡 我們去找飯袋裡 跟那個子哥在一起 咬個怎麼樣 咬個怎麼樣 好嗎 那才結束 有哦 還有一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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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